蛇年人,注意了,2024年可能是你服运逆袭的机会。 2024年,是一个对于生肖属蛇的人来说,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。 蛇年人一向被认为是智慧、机智且深思熟虑的代表。 然而,在这一年中,他们将迎来职场转型、财运回暖、人际关系升温等一系列重要的转机,生肖蛇2024年最幸运的月份揭晓。 生肖蛇未来运气爆棚,2024年将是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,鼠蛇人知道最幸运的月份有哪些吗? 快来看看吧,让你的生活更加顺遂,好运连连。 第一,令人振奋的三月份,在2024年的三月份,对于鼠蛇的朋友来说,将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。 你的努力和决心将得到回报,让你获得事业上的突破和成功。 职场上的机会频频出现,只要你抓住机会,敢于冒险,一定能够收获丰硕的成果。 此外,三月份也是财运亨通的时刻,投资和理财方面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。 二,充满喜悦的六月份,接下来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24年的六月份。 鼠蛇的朋友们将感受到喜悦之情,洋溢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 这个月对于你们来说,将是爱情和家庭的美好时刻。 如果你已经有了伴侣,那么你们的感情将出现新的升华,更加稳定和甜蜜。 而如果你还单身,那么在这个月份里,有可能会遇到一个与你心灵契合的人,让你重新点燃爱的火花。 此外,家庭和谐也是这个月份的特点,和家人的相处更加愉快,充满温馨幸福的氛围。 三,事业飞速提升的九月份,继续往前推进到2024年的九月份,鼠蛇的朋友们将迎来事业飞速提升的机遇。 这个月份将是你们展示才华和能力的大好时机,领导和同事们将对你的表现赞赏有加,你的职业生育也会得到提升。 同时,这个月份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突破性的项目和合作机会,让你事业腾飞的同时也积累更多的财富。 四,命运转折的十二月份,最后一个幸运月份落在2024年的十二月份。 对于鼠蛇的朋友来说,这将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。 这个月份将带来一些重要的决策和选择,关系到你未来的发展和人生道路。 虽然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和压力,但只要你保持乐观的心态,勇往直前,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,赢得胜利。 同时,这个月份也是家庭团聚,共度圣诞的美好时刻,与亲人共享快乐和温暖。 2024年对于鼠蛇的朋友们来说,充满了好运和机遇。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幸运月份外,其他月份也依然会有不错的发展和收获。 然而,要记住,好运永远都是靠自己努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。 无论是事业、财运还是爱情,只要你勇往直前,积极努力,相信自己的能力,幸运将会与你同在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一位作家给儿子写了一封信,信中提到了一点,如果可以选择,我希望你能摆脱逢场作戏过上自己想过的真正的人生。 逢场作戏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,哪怕你有名有利,大富大贵都需要在人前伪装,甚至还需要跟虚伪的人打交道。 这样的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?意不过是保持你我在人前的脸面罢了。 面子两个字就能让人愈发活的虚伪做作起来。 人其实没必要在乎所谓的面子,倘若我们永远都在乎别人的眼光,在乎别人的想法,那我们不就成为别人的傀儡了吗? 人老了,如果可以选择,还是做一个独处守心的人比较好,至少能够拥有真实的人生,不至于在虚伪的舞台上来来往往,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。 曾记得以往,自己总喜欢和群,认为一堆人群来群往才有面子,才能证明自己的威风。 殊不知,这一切都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,真正的人生理应是独处,而并非是群来群往。 人老了,不喜欢串门,也讨厌逢场作戏,十有八九是以下四种人。 讨厌串门的人,大多喜欢清静。 对于生活,我们只需要做到两个字就可以了,那就是清新以及干净。 环境不要太脏,声音不要太喧闹,保持家庭的干净,心灵的安静,那就胜确人间无数了。 道别人家做客,这是人情社会的传统。 只不过,随着社会的发展,随着人观念的转变,这样的行为愈发被人厌恶。 也不是说到别人家做客不好,而是说个人自扫门浅血的观念逐渐普及了起来。 你不打扰我,我也不打扰你,双方各相安好,或许是一件好事。 今天邻居来你家做客,明天你的亲戚来你家拜访,后天你的朋友来你家游玩,大后天你的同事来你家求你帮忙。 如此,你能有安静的生活吗? 在如今这个繁杂不堪的社会当中,人们的心灵早已疲累起来,哪还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应对没必要的人与事呢? 做人,还是保持干净及安静的品质比较好,至少你能活得轻松快乐很多。 讨厌逢场做戏的人往往活得通透。 王尔德说过,逢场做戏和终身不渝之间的区别,旨在于逢场做戏稍微长一些。 对于爱情中的男女来说,终身不渝的承诺永远都只是承诺,很难成为既定的现实。 而逢场做戏才是爱情中的常态。 对于有情中的人们来说,终身不渝的约定基本只是笑话,而逢场做戏的戏码才会经常上演。 至少在职场中,你很难遇到一个真心的朋友。 一般来说,年轻人很容易在职场的人际关系中碰钉子,原因很现实,就在于年轻人总认为多个朋友多条路。 这,就会让他们吃大亏。 三十岁之后,人们就会变得谨慎起来,很少跟陌生人交朋友。 与其跟陌生人逢场做戏,不如自己过点真实的生活。 那些讨厌逢场做戏的人,往往活得特别通透,看清楚了人际关系的真相。 不喜欢串门的人,大多不想惹事。 有一句话,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过时,人与人之间靠得太近是一场劫难。 你和他靠得太近,那你们之间就会产生矛盾。 也许今天你们还是好兄弟,可明天你们就有可能翻脸不认人,甚至反目成仇。 成为仇人的情况,经常出现于家族以及职场当中。 在家族中,你跟亲戚来往过多,不是今天我来你家,就是明天你来我家,那你们之间肯定会出现冲突。 在职场中,你把同事当成是好兄弟,整日来来往往,那你们之间绝对会出现巨大的矛盾。 我们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,自己到底想不想惹事呢? 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说,人类本就有着懒惰的天性,那又有谁会想惹事呢? 所以说,选择不串门,就是为了少惹事,多享受少有矛盾的人生。 讨厌逢场作戏的人,往往被人伤害过。 你未曾被火焰灼伤,你就不会明白火的危害。 你未曾接触过黑暗,你就不会明白不见光明的可怕。 你未曾被人心伤害过,那你就不会明白人心的可怕之处。 唯有你有所经历,你才能有所感悟。 经历以及阅历,会带人给极大的改变。 可能他昨天是一个喜欢逢场作戏的人,而他今天却被人伤害了,甚至人才两空。 这个时候,他的态度就会发生180度的转变。 越是年轻人,越喜欢逢场作戏。 因为未曾经历,所以他们感觉很有意思。 而上了年纪的老江湖,虽然懂得逢场作戏,但特别讨厌做这样的事。 因为有所经历,所以他们不想再受到伤害了。 一切刻骨铭心的伤痛,都会化为人的感悟。 这种感悟的过程,会持续一辈子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。 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。 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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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